花蓮施工所2020秋天好时节 带一本书去野餐的活动 在球轮运动公园是热情的登场 现场吸引了满满的人潮 有民众在草地上搭起了帐篷 也有人在草地上铺上了野餐店 和小朋友度过了一个欢乐的下午时光 小小朋友蹦蹦跳跳 台前老师不停炒热气氛嗨翻全场 这是花蓮施工所举办的2020秋天好时节 带一本书野餐去的亲子活动 民众只要带一本喜欢的书来 就可以兑换小礼物 活动当中施工所还设计了很多有趣的闯关游戏 包括亲子DIY 小小运动员 默契大考验等等 现场还有故事妈妈来说故事 让民众都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生活点滴 我们呼吁所有的家长能够带自己的孩子 能够到户外去走走 所以我们办理这样的一个野餐活动 那我们这次也结合了图书馆 那只要孩子们带一本好书 就可以来这边兑换有趣的一个纪念品 那可以让孩子在这里热情的奔跑 然后也玩完我们吹泡泡的乐趣 那再来这里有非常非常多 我们找了非常多的一个摊商 那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市集活动 有许多的美食 也欢迎家长都可以来这边享用相关的美食 那花莲司公所会不定期的办理相关的活动 让亲子之间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那也请所有的乡亲民众能够持续来关注 花莲司公所的网站跟花莲司公所的讯息 我们有非常多有趣好玩的活动 持续在办理当中 除了有趣的闯关游戏之外 现场还有24个摊位提供文创小物 各种创意甜点及美食 让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 可以尽情享受户外市集乐趣 而小朋友最期待的星空电影院 则是在晚间6点半准时登场 播放的是冰雪奇缘2 让大小朋友一起吹着微风享受美食 在星空照耀下 跟着艾莎公主一起去冒险 一人串的活动安排 也让小朋友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 这许丽琴花莲司报道